来 听邱老师这么说 女生是自卑 但细腻 她情感很丰富 男生是自恋 但同时又很笨重 表面上你们之间不是爱情 是怜悯与被怜悯的关系 但实际上你不是被怜悯的那个 其实你是她的药 其实爱情不是拯救 有一种人寻找自信的方式 是从比自己更自卑的人身上 找到自己的自信 比如说你 你反反复复在她面前说你自卑 你矮她一头的时候 她瞬间找到自己的一种价值感 包括她跟她的寝室的男同学 她的寝室男同学说 你长得帅 不用带你女朋友来 给我长长脸 帮我去要一个电话号码的时候 她也瞬间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 我相信她的那个寝室的室友 一定没有她帅 或者说 在她寝室室友的话语之下 她瞬间找到了自己的自信 所以其实你们之间 是一种需要被需要的关系 但并不是爱情当中的需要与被需要 你也许非常不明白 这个男生为什么对你忽冷忽热 忽远忽近 他能够为你在寒风中冷到发烧 但是面对于你一次又一次的短信的问询 他又可以做到茫然不知 第一是源于他笨拙 第二是源于他内心有一种怜悯你的感受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喜欢跟比自己自卑的人相处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以证明自己的被需要和存在感 所以他不愿意离开你 这种不愿意离开不是一种爱情的依恋 而是一种心理的需要 于积极说的没错 其实我认为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如果论自卑程度来说 至少你比他要强 为什么 至少你会说出自己的情感需要 我需要什么样的情感 我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需要你怎么对我 你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但是他不会 他只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更加显现你的自卑 那就是你看你穿这么土 你为什么不那样穿呢 他在说这些话的同时 是自己在自卑 如果他如果不是一个自卑的人 是个自信的人 他会这样鼓励你 没关系 谁说你丑了 你是我的女人 你怎么穿你都漂亮 亲爱的慢慢学吧 如果他是个自信的人 他会这样说 而不会去谴责你 或者教你怎么穿 的确两个自卑的人在一起 除了互相取暖之外 其实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感觉 你要的他是给不了的 因为他自己 都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他怎么可能给得了你 你要明白自己一直以来 对他的这种不冷不热 忽远忽近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是不是来源于一个细腻 诚惶诚恐 对你患得患失的一个小女生 对你的依赖 你只是喜欢这种依赖而已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变得强大 但你们之间绝不是爱情 谢谢 谢谢 谢谢